下午还是接着教育部门的咨询 第一位咨询是黄柏林议员 时间15分钟请 主席 各位局长还有市府同仁 大家午安 那我想本期这几年来 包括因为孩子也在就学 所以常常到很多校园去走动 那这几年来注意到几个校园的问题 譬如说大概五年前我就发现 因为我们的学校的厕所都很老旧 那很多孩子都憋尿 因为不敢上厕所恶臭 那么教育局这边分了好几年 都有逐步在改善 这是好事 因为这个总是要让学统有一个 愿意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场域 那我也看到相关报告 几乎到前三年到现在应该改善的差不多 这是一个好事 那接着就是我也看到了 那个很多的建筑物的老旧 包括我知道像我们高雄市 我们三民区像民主国小等等 就是我们都有向中央申取很多的预算 来做结构补强 那顺便也让校园能够美化 那我们看到因为这样有一个友善安全的环境 这个硬体的都很棒 那接着大概在四年前我也提到了 我募了很多的AED 那也放在这个学校 那为什么要把AED放学校 因为我们现在心脏血管相关的疾病很多 每年以高雄市来讲几乎都一两千个人以上 因为突然的心肌梗塞然后就挂了 那像以前年来讲就一个学生在中正高工 那这两年还好我们试的比较没有 这个是好事 我们也拜托相关局处 包括社会局民政局以及局本部我都去募款 那我相信现在几乎应该每一个国小国中应该都有 那接着就是要让这一些老师学统 怎么去使用学会安全的去使用这个AED 那我知道去年前年都有在受讯 那我也希望相关负责这个业务的也要持续 因为这个东西是利人利己 因为你会没有用要你旁边的会才有用 因为你会你的心肌梗塞你也没有能力自救 一定要靠旁边的人救你 所以这个事是要鼓励很多人都去学习 那最近看网路上也推了一个什么要一瓶六十块 就是什么嚼的 就是说如果你突然间心肌梗塞把那个含下去 那就比较容易得救 那我想这一些有关AED的使用 我也希望这个我们局本部 包括这里有很多公共场域 我们都应该要把它建立好 不然的话你像我们郭议员的爸爸 一下子因为在这个议演活动中 然后一下就走 我想很多人都是很不舍 那我也拜托 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那如果不足赶快补足 那有的怎么加强老师学生都会去使用 我们如果从国小国中孩子都会 未来他入到社会 他也会比较敢去用 不然的话大家可以 没人敢用那也很可惜 这是第二个我要提到的 那第三个就是谈到校园安全 那最近有一个议题就是 教官要不要退出校园 那我也看到全国家长联盟 他们的那个理事长是认为说 教官在校园里面 一方面有稳定的作用 二方面对一些流浪的 有嚇阻的作用 那当然教育部是说 如果一个教官没有 他可以一年补70万 还是多少钱的一个额度 让他去保全 但是各位可以试想 那如果你请了一个保全站在那里 跟一个教官站在那里 那个作用可能是不太一样 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做来 让这个议题能够真正去彰显到 我们校园的安全 那我也想到了 我这个我喜欢去做公益券目 在去年我也跟那个副作那边 有提到就是说 前年我刚好认识一个 他们是做监视器的 然后我就鼓励他们说 你们不要说过期 就是说比较不是那么新的产品 但是很好用的 其实那个标价一万 后来好像都六千七千 高雄市我介绍了十个国小 大概总共申请了 两百三十二个监视器的头 一只本来一万 两百几万就升起来 然后这些学校 他们就自己把它装起来 而且都是数位化的 所以我们怎么透过 数位化的一个方式 让校园安全 同时在高中子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有没有更安全 更具体的做法 能够让这个学生在校园里面能够安全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很多校园的这个不安全感 会造成这个包括社区 包括学童 甚至包括老师也会被欺负 我们也看到也有那个老师因为早一点到学校 然后被歹徒欺负等等 所以校园安全 我觉得刚刚我从一开始提到的厕所的部分 这个整个危险建筑的部分 包括这个监视器 以及现在教官的部分 那我也希望 因为我们局长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 因为长期也都在教育体系 我们怎么善用目前有限的人力 然后来把这个安全做好 我想每一个 现在的家长孩子都生的少 像我就两个 我爸爸他们那一代是生四个 那每一个孩子 很多家长都生一个 那这个宝贝到学校 万一有什么不安全的 那我觉得都是一个可惜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很宝贵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教育局在高雄 这个立场是什么 然后我们未来 如果真的大部分都退掉了 我们怎么来补抢这一块 也让老师 也让学生 也让家长都能够安心 是不是请局长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 长期对校园的关注 说你刚刚一一数来这些历程 那我们现在整体来看 就是校园安全的问题 那从这个北投发生 这个学生外力侵入这种事情以后 其实我记得在去年开始 就全方位的检视 每一个学校的校安 到底还有没有防护的漏洞 所以第一个是学校就做了 层间的一个管制 尽量把学生移到中间 然后放学后的一个管制 然后动员社区妈妈等等 社区志工寻手队进来 那另外黄议员提到那个监视器 先看看监视器是哪些地方 是校安的死角去增涉 然后让这个监视器能够发挥效用 但我们在这个部分 跟警察局的互同专案 其实做了很好的合作 所以他整体来讲可以说这个网路还算蛮绵密的 那这是讲基本的校安的部分 那黄议员刚刚有提到有关于是教官的这个部分 如果教官来讲长期在台湾的校园里头 他有他存在的这个历史因素 也有他发挥的功能 其实很获得学校或者家长的肯定 但就为一个民主国家 大概也不宜说是军人的这个身份 继续在校园里头 所以我看教育部现在当然在做一个整体规划 但是方案还没有整个出来 那以高雄市来讲 譬如说我们的边制应该在我们的高中值 要设242个教官 那我们实际是208个 所以所谓的边线比大概达到86% 这200个08个里头呢 除了限制的这个教官是199个人 另外我们全国只有我们这么做 就是约顾的校安人员有9个人 那这个9个人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退役的校官 他也自己还有他的月退风 那他只是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半自宫的方式 他就刚好是闲手 而且他们也是在撞临的时间 所以将来来说 我觉得是退休的教官 如果他愿意应该是最好的校安能力 可以继续来帮忙学校的 这个整体的校园的安全维护 那另外就是说教育部也提到 可能用75万一个人的经费 来补助校安能力 但整体来讲 他的配套还没有完整做出来 那我们也希望教官 因为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 在他离开校园退场的时候 他有好多转嫌的一个生涯 一个包括我们的探索教育 我们在寿山国中设立了第一个 就是青少年探索教育中心 那这个探索教育中心 所有的设备是非常完备的 但是谁来做这里头的教练 其实我们教官很多人 转为这个探索教育的教练 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还有就是说 接受专业的师资培训 可以转为全民国防的专业师资 那另外也可以协调考试院 严你转任公职的办法 还有一个就是说 协调国防部 严你回归国防部的相关的措施 那目前的方向大概是这样 跟华业说 局长请坐 好 那就是说 那我想最重要的核心概念 就是要安全 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 说如果万一真的教官推出校园 那我们授权让学校 学校称的都是那 六十几岁七十几岁 他大概只能打电话 那样种能力 我想这个很多家长大概不能接受 那如果如局长提到的 那我们账来都是一种 刚退役的 四五十岁 新材等用 这个贺祖宗 有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个理长 他说他很聪明 他怎么做 他说那时候都在流行装监视器 他说人家 他那要募款不是政府的钱 别人都募三十几万装监 他说他只花两千块就达到效果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做了红布条 过来说 本理开始实施全理监测 所以他说去比较 他的安全比其他的还高 因为其他理装了 歹徒不知道 但是这里没装 但歹徒以为有装 那就是贺祖 你知道吗 到红布条 本理全理开始实施监视器 那你还给他拼到 你知道吗 后来去看结果 事实上也相对没有比较糟 所以很多东西是技巧 所以我在这里也呼吁我们 局长这边 局本部 是不是也跟这些学校 跟这些家长团体 也沟通一下说 未来他们可能 如果会慢慢走到这一步 那我们要 状况 要担心什么 未来 在资格上限制 要如我提到的 你一点爱 体能各方面 因为他不只是 一个人在那边 然后开校门 然后打电话 他有时候 如果万一有突发状况 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去吓阻 包括他的制服等等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积极 既然有这样的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备案 好不好 那这个部分就麻烦你 那接着 我也长期关心 那个文化局 因为我本身 我喜欢看书 我喜欢参加很多的演讲 那么 我想包括 市图总管百万藏书 本期也是有参加 因为我觉得这是好事 那我要请问那个文化局 就是说 那么你们到底 现在对李柯勇图书馆 到底有没有进度 本来李柯勇是全台湾第二个 在高雄设立的图书馆 那在台北 如果你在士林 你就会看到一个公园里面 一个很漂亮的图书馆 然后在那边就写 李柯勇纪念图书馆等等 那么我知道现在台中 大概明年的八月 就会落成 那么包括好像 宜兰还是桃园 总共好像五个 已经都分别 各城市都在做了 那独独只有高雄 那从洞土 一直到现在 我看围里都还在 那我不知道做不做 那我想表达是彰显一个价值 那个价值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 图书馆盖好以后 有很多的人 可以去那边借书 看书 然后去那边产生一个 比较相对我认为 有意义的提升 人类品质的活动 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 我也喜欢去图书馆 我也很喜欢去社教馆等等 包括仕途总管我也常去 那我个人是支持 那我想很多团体是反对 那当然反对很多理由 我觉得一开始有谈到树的问题 那当时我就跟施存辅 施馆长提到 树的部分可以补偿 所有土地的使用 它就分五种 禁止避免平衡补偿 促进发展 那如果有一些地方是禁止的 那当然完全不能动 但是如果它是可以平衡 它是可以补偿的 那我觉得你可以其他地方 你旁边树给它多种一点 选择更好的树 我们把它補很多 你给它移了30棵黑板树 本来黑板树就应该被淘汰的 本来那个树就应该被淘汰 你把它淘汰移到其他地方 我们换好一点的树 我们很快的 不但能够平衡 还可以促进发展 这是我一贯的立场 我也觉得这样 那很多公民团体 他觉得看法不一样 我也曾经遇到张医师 我也要笑笑地说 我说你有你的价值 我有我的价值 那我觉得这样是对的 那我也希望市政府 要赶快做决定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们能盖就盖 不能盖 就敢说没得到 钱拿成人 不要花时间在这里 总是要有一个了断 那我常讲 做事情的了断 不是因为你要不要选举 而是这个事你应不应该做 应不应该做 比如说我们议员问证 我也很努力 像我前天 前天对礼拜一 我就 我就直询 找了很多power point 包括高雄市的 青年的失业率全国最高 高雄市的家户所得 是台湾平均六都 倒数第二 我们的总人口过去十年来 只震0.7% 是六都里面增加人口最少 那我们要反思 我们常讲我们是移居城市 为什么办了十年的移居城市 我们的人口相对是少的 我们的税收是少的 我们的公共债务是全台湾最大的 我们必须要去反省这个问题 那我们努力来做改善 所以我真的建议文化局 赶快要开公厅会 然后再跟他们 跟这些团体有更多的互动 包括他们讲的公民论坛 我都支持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 我们应该跟他多做沟通 你假讲整遍 为什么我感觉对 应该这么做 人家为什么觉得他也是对 不应该做 我们多去听 听完如果再讲 在沟通过程里面 有一些能够协调 可能突破那当然最好 那万一都不能 我感觉也要有一个决断 要让人知道 我在高雄到底能不能做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 不要等到有一天 人家理科勇基金会写信来说 你们高雄都没办法做 所以我要撤退 这样我感觉不对 人家好意要来拿八千万来做建设 你就应该要有看法 所以我真的建议 你们要多跟这些团体 多开几次论坛也好 找不同的专家来沟通 然后来协调 然后赶快 然后做了一个很绵密的沟通以后 然后做决定 要跟不要 不能将一直耗着 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 针对李克勇的案子 我想今天主席也有针对这个问题讨论过 那基本上市府的政策是会继续 只是现在是停工状态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机会 可以跟团体多沟通 我们希望在刚刚黄议员所讲的所谓的价值的部分 我们能够来互相的做一些互相的沟通了解 接着是周中站议员时间15分钟 请 主席 还有我们教育部门的所有行政所长 包括局长 处长 等等的科长 当然包括副局长 主命 我们议会的同仁 新闻街的朋友 电视机前的 我们市民相亲 大家午安 我想大家都了解 教育是立国的根本 最重要的 也是未来翻转的一个机会 局长 那一天我看到 我们上个礼拜而已 到我们翠品国中小 去共同参与一个节目 那非盈利幼儿园的那个开幕 那节目 我想我们教育是百年大计 尤其是幼儿的学前教育 最早的教育 是未来教育的一切基础 年轻的时候 基础打得好 未来发展就比较大 希望就比较有 我想幼儿教育 我以前在读 在大学研究所读书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开始 他也做忙 我说奇怪 我们的幼儿教育怎么分成 也有这个什么幼儿园 托儿所 也有这个什么幼儿园 因为教育局 教育部所管的 教育部门的叫做幼儿园 你如果社会级 聂政部的 他又有 这个托儿所 我甚至就找的 托育的 托育中心 尤其是农业县 那些农业官 像我农民出身的 农家子弟出身的 你如果在云林 在什么家义 比较偏远的 那为了照顾那些 农家子弟的那些 幼儿 他的孙子 他的孩子 他的成立 那更早的托婴 所以也要有公立的 那不是是私立的 是国家成立的 所以这些软癌 把幼儿园 我就讲 早就幼儿园 跟这个什么幼儿园 就把幼儿园 幼儿园了 结果真的很不容易的 我们幼儿园教育法 幼儿园现在都统一 也不是什么托儿所的 也不是这个幼儿园的 变成叫做幼儿园 改成就是全部由教育局 很好 现在我们人口老化 跟少子化 怕死的就是说 因为生育率 为什么那么低 就是生活压力很大 收入没有办法 才支应那些开支 所以现在的没有人想生 不是说你政府鼓励怎样 所以你如果政策不理想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局长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国教是12年 对不对 叫做国教 对 什么叫做国教 国民义务教育 国民义务教育 我看不对 对啊 义务教育是强迫你 如果没有是要划的呢 就像你国小国中 你没有送你的孩子去读 被抓到 就是依照那些入学条例 划款 但是你现在的12年国教 后面实施 12是不用划的呢 其实那个不是叫做 computatory 那个是free的 那个叫基本教育 所以那个国民教育跟义务教育是不一样 不是叫做12年国民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如果没有进去是要被划 不是官啊 至少被划划嘛 而且划之后还要送去教育或是什么再教育 我想局长这理念不一样 基本上是不一样 所以我个人赞成 当然应该向下砸根 不一定砸到10、11、12 其实12年国教也可以从45、67、89到12 不一定到从什么6到18啦 不一定 局长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 应该如果要奖励那些年轻的夫妇 我们的下一代敢生多生 一定要往下砸 你四五六年前 四五岁的时候 这个没有办法 如果冲击很大嘛 因为我也知道对私立幼儿园 决遣教育机构的那些私人经营的 一定会产生成某种程度的影响 你可以从第五年级 而且有一些空间可能不够 从五岁五足岁的才开始办大班的 就我们的政策是往那边的 不过我看这政治人物没有几个有gas 很多是都是讨好选民 包括我们的国防政策也是一样 当兵是当什么四个月的那些什么 包括那些什么 现在有那个替代役那些 根本都是混蛋 我指的不是说那些 那个什么替代役的是混蛋 是这个政策混蛋 那个能打仗吗 能够去保家卫国吗 当那什么四个月的训练 军兵训练之后就退役了 打仗 有的人讲说我们不需要打仗 以后没有人帮助你去国防 政策如果错误 就比贪污还严重 整个国家整个生计都没有了 把生命都没有保障了 还在讲那些什么美好的计划都是假的 所以局长我想我们的政策 十二年国教不一定要到十一十二年级 也就是高中职校不一定 甚至你可以像像跟教育部 你也是曾经担任过教育部次长的 好好的去跟教育部的长官 沟通一下 或是我们高雄市政府 如果空间过财力过 我们现在四半从五十岁的 也就是幼儿园大班的 就勇敢的坐下去 局长给你建议 那个周元我要回应吗 简单就好 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个十二年 到底是往下延伸或者往上延伸 其实有过很多讨论 在好几次的全国教育局长会议里头 或者全国教育会里头 都提到有些人赞成是往下延伸 就像周元刚刚提到 公平正义延展 但是最后这个政府选择的是 往上延伸的十二年 叫做国民基本教育 所以现在反而是要处理 这个少子化 高龄化 还有生育力很低的问题的时候 再来重新推动 叫做扩大公共托育政策 对 局长说我的意思是应该设法 去扭转 这个转型正义 因为你上面的 它是有财力 有能力的时候 它自己在进修 在处理就好了 但是底下的是属于 大家都能够享受的 真正要义务的是 要从国小幼儿园 你从大班开始 有财力在中班 在小班 我想这样砸下去 砸死 然后大家又可以减轻 年轻那些家长的财政 跟他的经济压力 保证好的政策 这两个部分的辩论的主要差异是说 为什么往上延伸 是为了解决国中的升学压力 就是国中的教育并不正常 那种东西 所以他用一个 这个十二年免试入学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现在国中解决的到高中 高中解决的一样到大学 局长你懂我这意思吗 永远都有压力 那压力升学压力 那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去逃避的 最后只是适度的减缓就可以了 你要完全避免 那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要读台大 大家都要台大医学系 大家都要什么低志愿的 都要法律系 什么国贸系 财经系 我想那个不简单 压力都是有的 但是适度压力 不要造成烦恼 或是忧郁症的 一些病态的压力 没有压力永远不会进步 局长 懂吗 像我们一眼四年 就选一四度有压力 一定的竞争是一定存在的 对啦 要有竞争力 未来性竞争性 一定要有压力 四度的压力 不要变成忧郁或是心理障碍的 局长 你这要请坐 再来你等一下 再请底下的人讲 你最后讲 说要提高 我们补救教学的 有一个叫做什么 国中会考减息 什么叫做减息 这个政策 等一下 这个说明一下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暂时先不要 还有再来 我想我们的政策 最重要 政策 导向 我们现在我们同事 一个优秀的 我们演艺人员 我们郭建盟的爸爸 郭金花先生 他是我们低音的台语歌王 很可惜的 当然他是因为都有养生 但是我想更突显出 平常就从小时候 年轻的时候 中年的时候 包括主席或是个人 我想我已经六十岁了 如果不知道保养 等到六七十才要保养 没有啊 应该从小时候就开始 所以我想我们的体育局 我们的现在虽然没有 叫做体育局 叫做体育处啊 我们有同事 叫沈宁章一言 一直在建议 体育局 其实重要的不是 什么企或处 大家要养成一个 生活的习惯 喜欢运动的习惯 健康的习惯 最后你才会幸福的城市呢 这样新闻局 也说要推销行销的 就是一个幸福的高雄 连空中大学 我们这个刘校长 也说我们是幸福大学的 这些都是幸福 要怎么幸福 一定要健康嘛 健康才会快乐快乐才幸福 才能幸福嘛 所以体育处 应该就要好好鼓励 然后推展 重要的有没有场地 我看台北新北都很多 叫做什么体育休闲运动中心 这体育委会和中央也真没意思 高雄是有体育活动休闲中心吗 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的 都是私人的 我看到有了健身工厂等等的 还有那些什么富邦 什么邦 他们那些很多 你都是变成纵容失利的 私人的在在在在在 那个都要money了 都有钱的人在走的呢 贵妇啊 什么民园啊 什么什么 财属才有办法 一般的市民 如果没有钱的 去减步那种习惯的 没有那么多 养成 所以我想 应该提供场地 好好争取 我就跟你建议 这个真的观念 如果有养成 喜欢运动的习惯 就有健康的观念 然后才会有幸福的这个希望 再来我们这文化局 文化局 文化局建成 旧城建成 的这个大戏 市长很重视 我个人也去看 其实我太太是很喜欢看 那个歌仔戏的 你们在左营旧城 那边办一个 建成的大型戏剧活动 你们都台风 其实也不是台风 有怪风大雨来狡猫 第一天演的 这个还不错 第二天我个人 第二天剃去我就去 因为我这个是 比较不怕风雨的 有风有雨 我都是更喜欢去 去看 有啦 差不多两三千人 就不像那个上万的 我其中就跑到前面去 哎呦 周远你去那边 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从后面插队 不是插队 其实我是去看前面看看 看怎样人数怎样 你照片照起来 应该是第一天的 我看了那个整个 还是看起来 场面还是很壯观 但是我看看第二天不是这样 好 不过那个真的 国乐团的演艺人员也好 或是那些包括歌仔戏的 艺剧的各种 细技的表演 真的很不错 市长也是可能看到很多市民 跟他反应 拜托 还要演一样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就会在哪里 等一下都一边打赫 我看好像没有再重演 市长在市政会议 我又特别看哦 你也看我 我周中站 我都常常在顺客 重要的 我知道 所以你们等一下看 还有旧城 这个是一个老石城 请文件会的 这应该是文化部的 现在文化部 好好的来重新检测 全面的检修 这个跟你具体的建议 局长 这些 这两个 我想 这请教育局的先答复 这些什么3C 我想我们的竞争力 国因素 这个如果乱减了 很麻烦 但是该处理的还是处理 我是了解状况一下 请代副局长 还有我们平山国小 那个破损的 有没有什么 要修建的 有没有 一并答复 我看到你那一天 也是会刊的 好 请 这个主席 请那个代副局长 说明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那个周议员 谢谢周议员 关心我们国中会考 成绩减息的那个状况 那教育部 大概为了了解 就是国中学生 就是学习的状况 所以呢 在我们15岁的那个孩子 也就是国三 我在简单请教 C式代表什么 C式就是没有通过 大概分 会考有分ABC ABC三起 A的话是经熟 B的话就是通过 或者是讲基础 这样 那那个C的话 就是没有通过 就是代加强 这样 那我们所谓的减息 就是每一个 我知道 这样这个 对 所以我们是进步很多 我知道 我们的成效 其实是很好 平山国小 销售 平山国小的话 提出屋顶的 那修复 活动中心屋顶 有470万 那我们现在是先给它 31万的那个规划设计费 好不好 我想该补助的 该救助的 就好好的 给他们这个整修吧 会 好不好 我们已经会报到市政府 然后 我跟 好 我跟你们教育局讲 你们就平常 课程学了太多 杂七杂八 没有什么重要的 应该选修的 不一定要必修的 必选的 必赌 再给两分钟 为什么 你瞧 我是讲给局长听的 政策 你教学内容 学了很多 对他考试不利的 或是生活不利的 当然 西就很多 不像我们以前 没有学什么 现在课程 课纲 都改的 不像以前 我们虽然是国定本的 是中央 这个是辩议馆的 只有国立 辩议馆 辩的一本 读的 很好 但是有很多政治人物 我是拍这 讲说政客 为了 配合那些 生意人 商人 把所有的 都松绑之后 要什么叫做 自由 民主 假借 那个民 开始 大明大放 有什么版 也有汉林版的 也有什么 蓝衣版的 也有其他 那什么版的 我如果三民 书籍 就三民版的 全一大堆 其实都是土地厂商 我说到派一条 都土地厂商 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一点帮助 一样跟现在电力一样 电业法 如果一改了 不是台湾电力公司 或是高雄电力公司 或台中电力公司 台北电力公司 专播也跟外国起砍 电队还好是总统 讲说不准乱葬 民生用电不用 其他 博强一样都要去一堆 真的政策如果定得不好 害国害民 包括兵役政策 定那些都不对 文化举办 像李柯勇那些图书馆 我个人是坚的 不一定要坚证 如果总统 我用我爸 我公爱一名 要够三个月来用 即使坚证 我们同意坚证 但是不要用他的名字 姓名都写出来 不一定 要写你就写在那些 自己那边碑文就好了 你那些什么石碑上面 自己就好了 不一定写大辣 再一分钟 谢谢 谢谢 所以我讲 刚刚给你们建议的 这些观念 图书馆 不只是盖那些 李柯勇图书纪念馆而已 我想 我们 福山 福山社区要盖一个 我叫福山图书 分馆都建议那么久 不然把李柯勇的那个盖到 那个如果没有办法盖 他有建议带到我们这些福山中华民国最大理的那些 我们福山国小跟新庄高中有很多空间让他盖那些李柯勇图书馆 要去检业就好 不一定盖在那个人家不喜欢的地方 我都买人的不爱 不然全部来车 你买李柯勇也不要紧 买什么大理都好 我是建议说以后那个名字也不一定要写 我们欢迎人家捐赠 但是名可以落在特殊的地方 这个有纪念的地方就好 不一定要大大大地写在外面 其他两个问题 建成大型细织当时 还要破损的什么 局长请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周议员 也谢谢周议员在我们建成演出的时候 有特别到现场来 来关心我们 好谢谢 那周议员刚刚有关心 我们建成那个演出 真的是被台风给影响了 对那其实我们后续有在评估 有在评估要再次演出 有有有有 那个周议员还没提的时候 市长就提了 所以 有有有 我们时间还没敲定 因为其实 因为最大问题是 那个演员的档期问题 因为周议员也有去看也知道 我们里头有结合了传统戏曲的 对六大天王 那六大天王的档期是非常的紧 所以我们目前也在商劳金 也在跟他们协调 不然其实 我们也希望可以尽快 我们希望可以尽快 是 对 就成那个部分 东门的那个城墙 坍塌的部分 其实文资局已经核定了 我们那个紧急支撑 跟那个细部要修复的一个计划了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 那是国立武器 是 国立武器 那国家要出口不是没有新认 在出口 我 没有啦 人家要全部都出啦 对啦 对啦 对 是是 我们会检测的部分 我们平时就有在做啦 没有 上次文资委员来看的结果 是 不只是那个城墙 它最重要是它区域的整体排水的问题 也影响那个城墙 也影响那个城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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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谢谢这个周中站议员 特别又赶快赶进来 那么我们现在请周凌文议员 咨询 时间15分钟 请 好 谢谢主席 那个 刚刚我们那个前面那位议员 他有提到健身工厂 那个 贵妇名员在去的 其实我们很多同人在去 我一个月 汇费缴688 里面有好几十个员工跟教练在 为我们服务 基本上从另一个角度讲 我们都在支撑这个企业 这个社会的经济的不同的面向 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两个 我们盖个健身中心 某一个企业就应该 就应该让它消灭 那当然我也是表达 我还是再次表达 刚刚提到健身中心 我还是再一次表达 我们曾经有机会有两个国民运动中心 但是我们轻易的放弃了 把那预算还给中央 到现在这件事情 我才还是表达我的遗憾 那特别刚刚要进来的时候 那个空大的联络人问我说 欸 议员议员 有没有要问我们空大校长问题啊 我说基本上是没有啦 但是沿袭我的惯例 没问你不要跟我提醒 就不会啦 那不过在这里 这个刘校老师 我们有史以来第一个女校长 那你的所有的经验 跟以往的校长也都不太一样 我看早上很多同仁也都寄予你很大的厚望 在这里也 谢谢你到空大来 那也期待看到你的成绩 那我先问一下幼教科 就是今年年中抽签的时候 我们所有公立的幼稚园开放抽签 我们是全面开放 所以今年在上个会期的时候 我也跟很多的同事们讨论过 我们那个幼稚园抽签 几乎是我们的那个超级忙碌期 因为我们不像外县市 其他的县市 台北台南台中 他们有的会规定 一个家长就抽一间 有的抽两间 有的是抽你的区域 但是只有我们高雄市是全面开放 所以我们高雄市 所有幼稚园的家长 要念公托的家长 他几乎是全部 每一个学校都去抽 都占圈 然后等他抽到了几间以后 他再选择他要的 那也造成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所有的幼稚园的候补 每一个校长都很有经验 每一个幼儿园的校长都很有经验 他后补都取个好几十个 有时候都递捕得到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通通忙一场 通通抽再通通放弃 再通通递捕 所以我们今年就跟大家有讨论了 已经明年又要开始了 那今年就是这接下来 再过去这几个月到年底 你们有已经讨论一个面向明年吗 去年我是建议啦 就是说我们也不要设得那么严 一个家庭只能抽一个学校 或者只能抽两个学校 我们大概可以开放到三个学校左右 因为小朋友念幼稚园的家长的习惯 有时候是跟着家里住家 有时候是跟着父母的上班地区 有时候是跟着爷爷奶奶在带 所以他很可能并不是他的户籍地 那这个部分我想先了解一下 我们有没有进行了相关的讨论 在明年会改正这样的实施方式 那个幼教科的还是 主席 谢谢议员 那有关于就是我们公幼抽签的部分 我们其实这几个月来有找了 我们的学校代表 还有家长团体等等的外部团体 有开过会有讨论过 那在明年1060年度的公幼的那个 入园的我们的机制调整的方向 目前我们会朝向限制报名元素 就是先报议员的方向去做处理 那之前其实有提到可能 因为刚才议员有讲到说 有考量到那个工作地区嘛 那其实前面的讨论也有讲到说 要不要设学区的限制 那我们目前是想说 就是我们用限报元素的方式 去管控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让家长可以从他的居住地 或者是工作地做一个选择 所以大致上 人数大概会做怎么样的限制 就可能一个幼儿园 如果他要可以容纳30个孩子 我们可能就限制 叫到60个90个这样子吗 报名的部分就是先报议员 那会就是让家长这边去考量 就是说他要选择哪一间 又有议员去报名 那没有报名人数的限制 所以还是只能报一间嘛 对 只能报一间就跟我们原来 要的意义就不合了啊 只能报一间 他连第二个选择都没有耶 我们本来是就是全面的开放 那后来是把这样子的问题 提出来做讨论 所以目前倾向的方式是 你们再同情调整一下 如果来得及一下局长 真的 现在的幼儿支援的小朋友 有的并不是跟着父母住 有的并不是 有的是阿公阿妈在带 那即使他是跟着爸爸妈妈 是上班族的 他很可能他会选的幼托 是离他公司近的 如果他是早出门 他小朋友是载到公司附近上班的 那如果 如果是有一些有家长 父母可以替代的 他可能可以在他的居家的附近 我是想说最少 最少我觉得一个家长 应该可以抽两个学校 因为当他只有一个选择的时候 这个选择没有了 他就都没有了 他本来有全部 他本来有全部的选择 突然间只剩一个选择 好不好 你们可以内部再讨论一下吗 我认为明年应该要维持两个选择 会比较好一点 好不好 局长 请回答 那个周元提到的这个问题 在今年的这个 整个陆园抽签的时候 我们都遇到同样的问题 每个服务处大概都急报了 都是我看那个比例 大概比例都是在两层左右 甚至不到两层的抽签率 那发现这个整个问题是在 他没有限制报员的几个员 那另外我们就做了一个 六都的一个整个资料的收集 我可以跟议员说明一下 目前台北市是有限学区的 其他全部都不限学区 但是所有的五都都是限报一员 限报一员 限报一员 所以我们的调整方向会做 不做学区的限制 限报一员 但是三名子女的家庭 就列入优先顺位 就是不会说家里 哥哥姐姐跟弟弟 妹妹分开的 这造成家长的更大的困扰 那这个方向大致大家有共识 所以周园刚刚提到的是说 要不要增加说报两员或三员 可能要再评估一下 好 没关系 如果你们都有跟家长团体 有讨论过了 我们明年就往这个方向来试试看 对 不方便我们再来做调整 那接下来我要提的就是 其实这么多年 很不喜欢讲校园的性侵案 那你看那个前一阵子 辅大搞得沸沸扬扬 搞到发现这校园里的性侵案 居然可以搞到 发现教授也不像教授 学生也不像学生 同学也不像同学 那但是呢 还是要在这里提 因为毕竟还不是真正的成年 在我的选区有一个职校 我想那个职校科有这样的记录 整整一整年 整整一整年 班上的女同学都发现有一个男同学在偷拍她 班上的男同学都有用手机在偷拍她们的下面 那个群体 整整跟班长反映了一整年 整整班长又跟班倒反映了一整年 整整一整年班倒都说 你们没证据 你们这些女同学不要乱讲 就这样过了一年 好不容易 到了第二年 那男孩子 把手机吊在地上捡起来 全班女同学的群体风光都在里面 有拍照的 有录影的 学校才愿意 开始调查这个案子 因为这叫证据 但是在第一年 所有的女同学讲的都不叫证据 好了 学校终于在捡到这支手机以后呢 面对这件事情 开始要成立性评会 要检讨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那也的确 这个手机一看起来就已经是有证据了 于是呢 校长跟校方就开始来处理了 我应该有通报 有开信评会教育局是有资料 但是接下来的过程 校长都不是跟男同学的家长在处理事情 校长跟广大的女同学的家长们在处理事情 请她们不要逼男孩子转班 校长这么认真的在跟所有的女同学的家长 所有这些受害的女同学的家长 都希望那这个男孩子转班 但男孩子的家长就只有一个诉求 她说 我这小孩有点自闭 只是不太懂得跟别人相处 于是乎 校长就花了一整很长的时间 跟所有的女同学 受害者的女同学的家长说 我们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叫我们的学生转班 所以你们可不可以委屈一点 大家都留下来转班 都不要叫她转班 所以现在这些女同学的家长们 真的也是开始就在找自力救助的方法 我们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方式可以去做好 如果这个男孩子像他妈妈讲的 他就是一个需要到特教的小孩 那为什么不能请他到特教的学校去 如果他只是一个借口 为什么我们不能处理这件事 现在因为不处理 这些女同学的家长们只好做一件事 非得要到这个地步吗 现在女同学的家长们于是正式想要提告这个男同学 因为只有提告我们的教育局才会叫男同学转班 我们在处理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事件就只有这样的机制吗 我会不会 这个案子是到哪一个单位去 职校的吗 对 这个案子 因为我们刚才才把这个执行调出来看 所以看起来是这个男学生是有自闭症的特殊学生 所以他会偷拍班上的女生 可是刚才我才听到周语言说 这个问题存在很久了 似乎学校没有一个机制去处理它 而且就在第一年我也不太能够 对啊 我也不太能够 原谅 所以学校如果是根据那个性别平等教育法 或者校园性骚扰 性侵害 性霸凌防治准则 24小时呢 其实就要有一个通报机制 不管女生反应给导师反应给学校 学校就24小时呢 要有一个成立一个委员会 就给他们的性别委员会来处理这件事情 这个看起来这个学校 如果照周语言这么说 似乎他没有做一个妥善的处理 没有 所以特别是说 针对这个男生的家长 也没有做很好的沟通 反而是希望女生 能够就是说 让他继续存在 对 花了一年的时间隐瞒 花了半年的时间 再请女同学留下来念书 好 目前的做法就是说 这个学生上课时候呢 上课前要把手机交给辅导师管理 然后也需要他 要求他按时吃药 也寄了一个大过的处理 然后姓平会的调查已经结束了 他到了学期末前都不能够带手机 至于说以后要怎么处理他 要五个月以后开会处理 来评估检讨 决定下个阶段的处域的措施 所以周园刚刚这么反应 我们会从学校面去了解 他们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 比较完善的处理 因为辅导的机制也没有进来 跟男生的家长也没有做好的沟通 所以如果造成女生跟家长们 都正式要提高 就是表示学校没有把它处理好 对 局长我想你手上的资料 跟我刚刚的论述 应该基本上我们的内容 是符合事实的 那至于学校的部分 我不晓得为什么所有的学校 遇到这样的事情 永远都是这样的处理方式 国中也好 高中也好 那以往在沟通我都很不喜欢 把这样的事情拿到议事殿堂来谈 因为大家会去找那间学校 是哪一间学校 找那个学生是哪个学生 我都很不希望到这样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 内部的沟通都没有用 它的进度我想你也认为是 就是表示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 或者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防治准则通过以后 其实它还需要很多人去接受 基础的训练 然后去了解程序该怎么处理 怎么去判定这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一直鼓励 学校要有人出来 接受这样的训练以后 它成为调查人员的人才库里的医院 它才能够进行一个合一的调查 所以很多人会说这样的事情 好像以前也发生过了 没有怎么样 会把它呼呼掉 所以现在的机制 已经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反应就是 学校在这方面的这个 教育训练是要增强的 那这个学校 我们把它会列为 所以我们要去辅导它 走上一个正轨 好 那我可以 麻烦局长 我们可能接下来的进度 我们就不需要再花五个月 六个月这样子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周琳问议员 接着请刘新正议员 咨询时间15分钟 好 谢谢 刚刚我来有看到没有人登机了 所以时间不要空一点 我说我来讲一下 那个教育局范局长 不晓得现在 我们的小学的招生的情况 是怎么样子 据我所知 福安国小 好像只有两个 还是一个小朋友 东门国小也不到五个 好像是四个 我想 美农是这样子 其他国小 可能情况也是 有这样情况的 应该也是不少 我不晓得 我们教育局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策 好 今天呢 小朋友找了一个学校 我只找了两个学生 好 来来入学 那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小朋友的人格的养成 他的整个学习环境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对于他的整个人格的成长 好 尤其小学 他这个如何学习一个 一个团体的生活 好 去适应跟人家的互动 可以说让他上司的 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 这个呢 我想我们不能看着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 我不晓得 教育局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有没有什么对策 局长能不能说明一下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刘宇元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这就是高龄少子化 这几年趋势都有这个情形 我跟刘宇元报告一下 现在零岁左右的儿童是 两万零八百九十五个人 一岁是两万两千八百四十一人 所以到了小学 其实你面临很多学校 学生遭到个位数 那我们目前的政策就是 这个学校的这个年龄层 如果只有不到十人的时候 希望他混零教学 小一小二 这是混在一起教学的 不要说变得只有一个学生 两个学生 这他完全没有互动的 同财的同伙 局长你认为说混零教学的话 对小孩子是公平吗 我们做了一些那个 调查专业的研究 也包括教育部在推动的 一个混零教学的方案 其实你想想看 每一个家庭的小朋友的 学习成长里头 他如果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他就是一个混零的学习 是一个社会形态的 所以在我们的学习里头 反而把它切成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 其实这也不见得 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他把它标准化了 所以我们会朝这个方向 让学生的学习 老师跟同学可以混零来学习 那根据他的学习的进度 给予他不同的帮忙 局长这是一个实验 你把它混零这样教学 我觉得说可能你混零教学 因为延伸出一个新的问题 可是有霸凌的问题 前不久有一个五岁的小朋友 被小学五六年级的女生 就在公园就被打 我们说的混零是一二年级 三四年级五六年级 不是一年级五六年级 都混在一起 幼儿园其实是混零的 六儿园现在基本都是混零学习的 我想这一部分 我想如果说只是用混零教学 就来认为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说是还不够的 你今年两个 明年呢 明年是不是一个又是两个 面对这样的 学校要怎么样经营下去 我希望教育局要拿出一个办法出来 他要拿出一个办法出来 好不好 刘伟委员我补充一点 今年的混零教学的工作方 有十三个学校来参加了 就是交流这个经验 如果你说教育局要拿出一个办法 让出生率能够提高 我想扩大公共优托 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方向 鼓励生育 然后能够生出很多生年小孩 当然啦社会局啊 民政局啊 大家要一起来鼓励啊 那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我们市府 到底鼓励的政策是怎么样 我只听到说市长 你只是鼓励的 要多生一个小孩出来 你说补助一万块两万块 我想生下来以后 一个女儿一个女孩子 到二十岁就要差不多一千万 的教育金会 包括养育她 那如果说 我们只是补助两万块 就要她 多生一个小孩 我想以目前的这种情况 负担那么重 我想 可能 很难达成这个目标啦 我只是觉得说 我们教育局 对于我们现在教育的现况 学校造成困难的 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要并校 还是多余的校舍 要怎么来处理 好 这一部分 局长我们教育局 有没有去思考到 当然都有 到他真的没有学生的时候 他就退场 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学校空的这个空间 就作为其他的 整个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退场 他就是刚刚你提到 如果他只遭到一个学生 到明年没有学生 他其实就准备要退场了 那其他高年级的学生 可以并入 那退场了以后 退场了以后的情况 这个地方的小朋友的上课问题 并校的问题 我们学校有没有 我们教育局有没有打算怎么 其实对我们高雄市的教育局来讲 包括陈居市长 都不轻言废校了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 学校还是在地来讲 地方的经营 社区营造 是非常重要的一款 所以合并了五年来 只有一个分校退场 只有一个分校 我们反而鼓励 这些小班的学校 是木子的那所学校吗 对对 我们鼓励他们去小校 去想出他的教学特色 翻转在地 希望他吸引更多人 年轻人能够回乡 如果年轻人不回乡 不会有新的新生态 我希望我们教育局 可能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解决了 我想你现在是混合教学 我想问题还是会存在 另外一个局长 美农的风雨球场 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 德国员 我们也去看了现场 我再三跟你说 那个体育馆 因为也没有到年限 我们不能拆除 现在有78万 正在整修之中 那在美农国中 有两块基地 是可以选择一块 来进行风雨操场的设置 那这个经费也向体育署提出来 虽然今年没有经费 但是我觉得明年 我们应该有希望 局长 如果说美农体育馆你不拆 我们要怎么样子 建设一个真正实用的风雨球场 如果说我们要建的风雨球场 只有两面或者一面 这样的风雨球场 我想建下来 是制造一个新的问题 因为他的实用性不大 我上一次我直选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一个预告 美农会有一个轻棒会出来 现在已经出来了 在未来 我们也可以看到 徐生明 纪念杯的棒球赛 国际赛 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代表队 到美农来比赛棒球 我们现在美农的棒球场可以看吗 可以去做国际性的比赛吗 那如果体育馆不拆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适当的 最起码要做五面或六面的风雨球场 来试验 来应验目前美农的各类球赛 各类运动风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刘远 因为这样子的主张 你去年也这么跟我说 今年也跟我这么说 然后我们也去看了现场 我们也了解美农区 我们做了一个盘点 三所国中 九所国小 它已经有两个体育馆 一个风雨球场 另外有三个是活动中心 兼中和球场 所以你要评估说 一定说 这个一面是没有人用的 一定要更大 更大的经费要多少呢 你要到两三千万 这个很难得到中央的补助 做这么大的风雨操场 局长 你要有一个决心说 我愿意要盖这样的球场 我们地方一起来募款 我一再讲 博士学联会 愿意跟高雄市政府 一起来攜手 共同完成这个目标 我记得 问题是现在 我们只是一直把这个风雨球场 把它摆在只见一面 两面的这样的风雨球场 这样的话 将来绝对是造成 你现在又花了七十几万 去修那个体育馆 然后呢一个小型的风雨球场 你盖了以后 将来这个体育馆呢 你又花了钱去修 没有人会去用了 因为那个各方面的条件 空调的不好 人家愿意只愿意在一个 目前本来愿意去用 那个体育馆的人呢 会到外面的小的 风雨球场去去利用 到时你又知道一个新的问题 然后呢小的风雨球场 又不能发挥它的需求 我想这一部分啊 我几乎可以遇到 可以预期 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刘一元你可能比我更了解美农 所以这件事我们会评估 至于你说 从博士能学会到民间募款这件事情 我记得上次体肩科在讨论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达到共识 就是博士能学会募款 他也不愿意提出来啊 局长我们的教育局的同仁 科长去了 他只提出来要做一面 或两面的风雨球场 我们不接受 我在现场 我完全跟你说就是经费的问题啊 经费的问题 我们要提出 我们愿意做 局长我们愿意做的话 下一步我们看再怎么样子 如果大家愿意好好谈 我们当然可以进行讨论 那我们长跟博士学员会 然后谈一下好不好 局长 谢谢 好 谢谢 那个文化局长 我不晓得 你对我们齐美的文化建设 你有没有什么理想 能不能答一下 主席 谢谢刘议员 刘议员要关心的事物 你当一个局长啊 你现在对齐美地区啊 文化建设你有什么构想 议员要谈的是文化资产吗 还是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 局长 你完全毫无概念 你知道齐美地区 有哪些种族住在那里 涵盖了哪些文化在那边 局长 齐美地区 它有原住民 它有闽南 它有客家 这些文化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当一个文化局长 然后呢 我连那个地方是有涵盖什么样的 一个文化建设的需求 你连概念都没有 根本 如果说还要去谈 去文化在那个地方做文化建设 我想这奢谈 你不要认为说 现在有客家 有客委会在那边 然后呢 客家文化你就可以不在意 我想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 跟看法 包括 平埔族 我上一次我也讲过 在齐美地区 现在 平埔族 已经沦为非常非常少数 然后呢 现在只沦陷 沦为一个 每年只有一次业绩 我们的文化局 我们高雄市政府 补助他们 办一个业绩 好像我就尽到了 对平埔族的一个交代 我认为这个事 非常非常不够 而且是敷衍了事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对于齐美地区的文化建设 包括各方面 我觉得高雄市政府 都一直把齐美地区 当做不存在一样 好 我想 局长 你好好去思考一下 对于文化建设 你打算做哪些事情 在下一次 我在总咨询之前 你那个把购物想告诉我 不然我在市场总咨询 我再问你 好不好 好 请坐 那个范局长 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对于学生 在整个生活过程上 在教学上 刚刚 周灵文周医院有提到 一些小朋友的生活上的 一些性向 一些比较 比较偏差的一个行为 我们平常 我们有没有做心理测验 心理测验 我们那个也没有做 特别特定的心理测验 没有做这些 为什么不做呢 我们做的是什么 在教学上 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来掌握 那国一的时候就会比较说 他的性向 护痴癌的这些特色 是有事情 我让市局长补充说明 好不好 请讲一下 好 跟刘远那个报告 其实我们在小学的阶段 是培养一个就是 德智体群美 五一均衡的一个 希望他能够广泛的探索 而且就是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 普遍的一个教育 通常我们没有特定说 一定要对很小的小孩子 做什么样的测验 那如果说 老师觉得这个孩子 有特别需要 比如说 他在学习上有痴患 那我们会给他致力测验 如果说 他有特别的专长 那我们会给他 就是比较特殊的 要区别那个特殊性向的 一个工具 一个测验工具 那因此就是 在学生的测验工具的使用 会比较是 依就是学生的那个个别需要 当然如果说 到了他比较成熟 中年级高年级以后呢 辅导老师呢 也会因为他就是 想要了解孩子的 特别的兴趣啊 或者是 要接受 比较特别的辅导 比如说刚刚刘医院讲的 他可能有一些 行为偏差 有一些情绪 比较难以控制等等 他也会就是 依孩子的特别需要 给他特别的那个量表 那个 行为的一个量表这样 好来再给一分钟 局长 去思考一下 因为 量表可以测量出 小朋友的潜在的 心向 那种 那个取向 潜在的 好 你可以去发掘 包括他的 个性 适合 朝什么一个发展 并不是说 他行为上表现出来以后 我才去注意 好 然后测量 然后去做 去做测量 做做心理测验 他才去关心到他 这一方面 我非常的非常的 我想 我的经验告诉我 学校的教育 真的是非常重要 家长 虽然说家长在家庭 教育也是很重要 但是 一个学校 教育过程当中 如果说没有 一个很好的环境 跟教学 对小朋友提出 适当的教学的话 对小朋友的伤害 可能是一辈子的 我非常非常深切的 这个感受 好 我想 我希望 我们教育局 去重视 在心理测验过程 中文教育局 中文教育部 包括相向的 系下的指向 中文教育部 和手指向的 成功 包括它的个性 和系列 的 系列 的 系列 和系列 的 系列 每一个理道 明确的一个基础 的一个标准 好吧 那我们觉得怎么样 刘盈原提到 我们其实对于一个 小学生的 测验工具的研发 是蛮谨慎的 所以刚才大夫回答是说 如果在这个学习的 一进来看到他的学习上 有点不一样 其实我们是会有辅导体系去介入的 然后看他得到哪一种方面的帮助 所以至于说要不要有一个工具 我们真的是要有跟学者专家 在做一些讨论 找到适合的方法 因为他年纪太小 有时候我们会把它算成 那个国小跟国中是不太一样的 小学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 也都不一样 但重点是 这个学他的班级的导师要很敏锐 能够看到他学习的差异 然后找到适当的资源来帮忙 在学习的历程里头 老师应该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去发现 他学习的差异 好 刘亦伟你这样子的主张 我们可以去全国去搜寻专业者的意见 到底觉得怎么做比较好 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刘新正议员 事实上那个教育局其实有各样的量表 这个我觉得刘亦伟你也可以跟教育局这边来 私底下可以跟他们索取 因为这个部分我比较有一些事 有一些跟他们互动 有了解 这个量表其实非常的多 但是就是要 在那个学生的学习稳定 他们都有做 这一点我有去监督了 只是这个学生的学习 就是说年龄跟成熟度 有时候不见得是可以透过部分的量表 所以那个量表可能那个年龄层要去做一些适度的调整 这个是整个教育部的一个中央的一个标准的量表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再来做一些的调整 但是事实上教育局真的是有啦 让您知道一下这个量表还蛮复杂的 会后请教育局再可以跟刘云员说明一下 因为那个量表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真的是不是一下局长能够马上 我说有不同的复杂的不同的表格 不同的量表不是只有一种 对再后后再给您报告对不对 那个教育局再准备一下 接着我们就请刘德林议员来执询 是不是他执询完之后我们再来休息好不好 有没有 有没有举手 好那我们就等刘德林议员执询完 然后我们再休息一下 好时间15分钟刘一元请 谢谢我们 我们的会议主持人 在这一次我们今天的是教育文化部门的各局处首长 我也接续 我要请教一下 我们教育局局长 局长 教导你就要站起来 好刘一元 局长 我再看这一次三个台风连续而来 造成我们整体的我们教育体系里面各学校所造成的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尤其在木兰地那个那一次你看到那个整个各校 这个产不忍睹啊 整个的都是好像炸弹开花的一个这个并茂出来 所以说这个面貌一呈现出来也看到我这一次看到教育局啊 在最短的时间大家都动起来这是事实 那把这个各校的一些问题也都凸显出来也都也实质记录下来 尤其第二天在中等国小我们也是在那边做一个会面看到整个的H缸啊整个都飞飞下来那个力道有多大 可是现在我们来讲台风啊已然过了也看到我们呃在这段时间教育局啊啊为了救灾大家都动起来 尤其啊我们那个各项的车辆啊都紧急调度 那我现在请教一下我们现在就是这三个台风一起来所造成的学校严重的伤害 到底我们的灾损经费呈现出来是多少 我们的所有的学校受灾损大概有334个学校按照他的轻重来分别的话我们分为ABC三级 但我们现在做了自己的一个审查就是各校报来的灾损 今天才报出去报给市政府今天是实现报了大概1亿7千多万是属于复员的部分 那我刚刚跟议员提到的这个344个学校它就是属于一般的灾损 有的时候你必须把一个数移掉然后你或者是设备物品劳务的部分 已经有的已经直接就复仙复掉了这里的经费是在1亿894万 那这里头得到教育部的1800万的补助还有会动用局里头的经费 还有市政府的灾害准备金还有就是教育发展基金 那尽量能让学校这方面能够快点就是弥补他们 这是已经就花掉或正在处理的 那其他复员的学校就是在分级 如果是超过100万到200万就像我们看到中校国小 他已经是做先给他经费做规划设计了 那有的学校是你做了上面的顶棚被吹掉 可是他是没有建造的也没有使用执照 这个我们就要用其他的方法给予他做防水防漏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由专业来揭露协助 也就是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有一个117 然后一个已经执行了110800 那我们现在要到位的就是117千万 117千万是由市政府统整送到行政院 要送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他们会再做一次抽出来去现开审查 那以这个样子来讲的话公共工程委员会 他的速度差不多是多快 局长我刚刚在讲 他预计在11月审完 可是如果说你是今天才 昨天才报出去 他的实现就是到今天19号要报给市政府 然后市政府会诊要报到中央政府了 也就是今天 那局长这个时间的跟速度 你们教育局实在是有够慢 刘宇员老实说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110800的 这是马上处理掉的 接下来分级的来讲 如果说一个案子是超过100万到200万 他还有采购 还要上网招标等等 我们预计算起来他的完成时间 大概在60天到160天 就是最严重的部分 没有 你这个110800已经是到位了 那他就必须按照他的行政程序 陆陆续续去完成嘛 110800基本是已经处理掉了 处理掉 紧急处理掉了 他要按照 可能也要按有些东西 要按照行政程序再处理嘛 这部分我们先不谈嘛 那未来这1亿7千万 那我们来讲像中央争取的 这个部分应该要尽快呀 怎么从台风到现在 今天最后一天 我们才报出去 我们在一路 我们还什么 各学校还在很需求的这个希望 赶快到经费到位 让他们能够做一个更完善的 一个不管安全的维护 还有各项设施的维护 做一个主体的 刘员我跟你做一个说明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 对这个自然灾害没有经验 你记得921地震的时候 到他所有的经费 报到中央政府核定下来 已经花了半年的时间 那是我的教育部 我很清楚哦 那我们这一次来讲 是10月28号 报公共工程委员会 工程委员会 可能会分到各个部会 然后到地方来做一次抽查以后 他就要决定给你多少经费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加速他的进行 所以我们是同步的哦 那刚刚你提到为什么这么慢 各个学校报来 可见的第一次 第一次报来的时候 是很匆忙的 就把它填写项目 那我们所有的科 像国小科是灾情最惨重的 国中科高中职科特教 然后幼儿科都要做审查 那比较大项的 都要实际到现场去献看 所以我们献看了 抽了24所学校去献看 献看以后 再经费做一点修正 就是你报到中央政府的时候 让他觉得说 我们自己已经做得很仔细了 他不会大三我们 这样我们会得到 比较高的补助 局长 我是说这个样子 各局 我们各校 真的是对于这个 学校在等得很着急 对 这个部分我们来讲 你也了解 我也在想说 你是教育局的大家长 你应该了解他们的心 心里面的一个焦虑 我们也希望这个 灾损的钱 除了中央 我们地方上能够 我们别来讲 我们是不是先 地方上能先垫付来执行 中央再 再垫付出来 是不是可以 有一些我们已经这么做了 刚刚我提到 那个334 344个学校 比较属于第一级的 基本11月全部都要完成了 那属于 那你刚刚在讲 我们这一次的灾损的总total 就是117再加上10800 对不对 117加10894万 这个是我们也 10894万 已经叫教育局提出了 在3亿左右 对 对不对 其他等于我们市政府 要自行从灾损里头来处理了 自行从灾损 从灾损的准备金 灾害准备金 还有教育局本身的教育发展提供 除了这3亿以外 还要再从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你到底这总total是多少吗 总total是因为刚才才 今天才报出去的数字 请告诉我一个完整数字 请会计市主任来报告一下 好不好 请他说一下 简单过来讲的数字 这不是其他的 包含留言的话 目前我们目前省的 附建工程的部分 就是有1亿7594万 所以刚刚讲的是 1亿0800多万的话 那个是属于一些金长门的一些 或是一些物品跟设备的损坏 那那个1亿7500多万的那个部分的话呢 因为我们要先报到市府去 那市府如果没有灾害准备金的话呢 他会在10月28号的话呢 在一起会诊的话 送行政院来做补助这样子 为什么没有灾害准备金呢 这灾害准备金就在预算编列 因为就已经放在里面的预算了 因为 那是法定的预算了 为什么没有 这两个台风的话 整个市政府 我听到的 整个市政府报出来的附建工程的话 可能有20几亿啊 那我们的灾害准备金的话 留言也知道嘛 是1%嘛 那大概是12.12亿 所以这个部分已经不足了 说到说的话呢 他如果分配的话 分配不足的话呢 他要报到行政院去做 请准备给我们做 你们教育局的 这个总统的总经费很大 1%的话就是12亿多吧 不是 是那个1%是整个市府 而不是教育局的 那你们教育局的呢 教育局的话本身是没有灾害准备金 为什么教育局 教育局没有编灾害准备金 都编在市政府 市政府统筹来应用这样子 应该不是各局各处都有灾害准备金吗 没有没有 好那这个部分 我的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督促 高市教育局 赶快尽速 是的 局长 对不对 尽速 谢谢刘一元 我想要把这个辞程 都要让学校清楚了解 也他们安心了 他一定有个程序 没有办法说 我马上就修复 他一定有的要规划设计 那有的要采购程序 那有的经费要拨下来 让学校充分了解 也让家长等等不用担心 好这是第一点 那我再跟你检讨一下 第二点 这是用检讨了 局长在这一次你看到 我们整个的教育局里面 我们各学校里面 所有的数目的倒塌 有多少 我们的数目 在这个墨南地的时候 现在算的数字是 6216颗 那到了梅基的时候呢 倒了1330颗 一共在7500颗左右的数 7500颗 其实来讲的话 这个局长 这个数目啊 我经常在讲 这个数目啊 在7200颗这个数目里面 其实来讲就就地正法 是的 是不是 确实 马上处理 马上要面对小孩子 连续的假期 马上就要开始上课 他不得不说 赶快把他移走吧 就这样子了 移走就是就地正法 很多学校就 他只要能够辅导 就是把他扶正 让他能够存活 他们也都尽量去做 尤其是有经验意义的数 我看在扶正的部分 应该是比较少 我跟你讲 大概我看都是 就地正法 就已经把它处理掉了 所以让我们觉得 你教育体系的 你这些老数啊 真的会让人家很心疼 大自然 大自然所培育出来的 所以说我在这边 我就 我每一个学校 我看了几个学校 我发现一个现象 我们教育局 为什么每一年 在未雨绸缪的 这个部分来讲 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树 当做一个 我们大自然的 一个环境里面的 一个自然生态里面 它会长高嘛 它也会长 长出来它的枝叶嘛 可是它的枝叶 它的高度长高了 也是长 这个枝叶长长了 我们当然是要 自然的修剪嘛 包含我们局长 也要剪头发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剪头发当中 这部分是我们 每一个学校 必备要做的事情 可是我在看到了 我去观察了 这些树倒塌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各校的这个树木 并没有在平常 做一个整理 做一个未雨绸缪的 一个每一个学校 大概倒塌的树木 都是一样的情形 对对 这个是一个一面镜子 这个案例已经成立了 我希望就是说 教育局在这上面 我们针对的这一次 所造成这么大的 你想想看 这个学校的校园 这个树木 你也知道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这个学校的树木 都是非常非常有它的资产 跟它的一个 年久的一个历史的故事 所以说这个树 这样子倒塌 我觉得心里面很痛 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 要求各校 你每个年度该执行 要去做的 修减树木 如果树木的高度 我昨天有要求养工处 对于我们的高度 要做一个专业的评估 以后就朝这个树木的高度 来做一个 齐头式的一个 一个这个比率 然后下去做 然后各校各校 在每一年在维护树木 的一个经费上面 这个必须要 教育局来做一个统筹 我在想 你看了没有 很多学校都没有钱 来针对了树木 来做整 这个 这个维护维修 维护它或修减 是不是局长 那个刘远 你刚刚谈的方向 我是非常非常的同意的 那我们在这么多校数里头 其实农业局列管了 19个学校 155科叫做特定纪念树木 那这里头 有147科受到影响 没有受到影响 真的受到影响的 其实只有八科 其中一科自己扶证了 那另外六科 我们都请农业局的专业 进来协助 这就是155科 是一级要防护的 就是要保护他们的 那整体看来 学校确实在修树等等上 我们也面临很大的问题 基本上是我们成立一个 开口计约 计约让这个厂商定期来修 那至于这个树要修到什么程度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 现在没有办法说做得很好 所以说我昨天 所以市府也在检讨 相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有要求养工处 昨天在养工处 我有要求他们 再做一个专业性的评估 把这个做一致的标准 我们教育局也延续这个标准 然后我们在本市里面 一个标准 我们要来做 有些人对于整个修树 他意见很大 这个无限上钢一直长高 也不对啊 也是会危害我们小朋友的一个安全 头重脚轻 某不定哪一阵子大风 对不对 这也都不一定 我是希望学校的树木 大家一起跟随着 我们入学的小朋友 一起成长 一起毕业 回去看看哪一个校树 对不对 我们很多校哥就轻轻笑树 这个树在他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环节印象里面 是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回忆 所以说我希望这树木的保持 造就这一次的救灾的困难 除了这个经费要主体的到位 那这个局长发挥你本身的一个高度 我在想局长在中央 在曾经也做过 希望在这个整个的时间调度 跟经费的一个移波 让学校能够尽数回归 该把所有的应该要做 栽损的要做理完成之外 这个树木也未来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希望这个局长能够了解 非常谢谢刘宇员提了这几个 重大的方向 我们都非常同意 我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 教育局跟市府的养工处 或秘书长召集的小组 能够对我们的树木 在入树也好 校园内的树木也好 怎么样维护 怎么样整修 怎么样架支撑 如果有风灾来的时候 让它以后的这个 所谓的树损会减少到 越来越少 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的 再给你两分钟 包含它本身的SOP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流程 做一个主体的一个讨论 一定要这样 好 局长你请坐 文化局局长 文化局局长 局长 针对了刚刚 我们有其他议员针对了 不管是文化建设或者文资 在这上面来讲 我想身为一个高雄市的文化局的局长 对文化的素养跟文化的专业 我希望你在最短的时间 能够给它深入 包含我刚刚说 不管是原住民文化 或者客家文化 我现在还给你加注一个 所谓的眷村文化 我再请教你一下 现在黄埔新村 在这一次的一个 台风过后的一个灾害 你有没有了解 它现在灾害的状况 就我们统计啊 灾损的情形 大概我们统计出来的数字 是三千万左右 我们这次有列入灾损里面 这个除了那个数目 其实来讲 文化的文化资产的一些 它是真正的很多都是无价的 对不对 你只是在这个上面来做打转 局长 最短的时间 针对你的主体的业务 要做一个主体的一个深入 既然承担文化工作者的推动者 对你本身的一个主体的专业 在最短的时间 诚如刚刚其他的议员所讲的 这个马上要进入 因为我们来讲 整个的市民 跟整个的文化资产工作 不能做等待 一定是往前走 我希望你加把劲 以上 好 谢谢议员的提醒 好 我们谢谢罗德罗议员的咨询 那现在先休息20分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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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